第603集 京城这个地方龙蛇混杂 大街上随便撞一个人 可能都有着深厚的背景 所以有些人自视身份 想分一杯羹 也不是什么难事 就在这个时候 办公室门外一个急切的声音响起 先生 你真的不能进去 学总工作的时候不喜欢人打扰 先生 随着这个声音 门被人直接从外面推开了 一个办公室的文员正紧张地 在一个男人跟前拦着 这个男人眼皮都不抬一下 他随手把那文员推到了一边 小雅 你下去吧 薛听宇对那名叫做小雅的文员 吩咐道 是 薛总 小雅点点头 然后关上了门退下 你就是养生散访的主事人 学家的千金 男人坐到了沙发上 点起一根雪家道 我办公室不允许抽烟 薛听宇显得很平静 其实打养生 擅访主意的人 那不是一个两个 眼前这个人知道他的身份 却还能如此地淡定 那就代表他身后有一定的背景 或者说 他到这里来 是代表着一些人的利益 哼 我来这里是谈合作的 啊 现在给你两个选择 第一 交出配方 我们公平竞争 第二 我一千万 收购养生散访 百分之三十的股份 二选一 那名男人很淡定地说 仿佛有京城第一才女之称的薛听宇 在他的眼里 就像是一个没有任何背景的女人一样 首先 你让我知道你是谁 我想知道 你来这里代表的是谁的利益 总不见得随便一个三角九流的人过来 都能对我薛听宇 指手画脚的吧 这个世界强者为尊 你有足够震慑我的背景 你的说法不是不可能 但如果你什么都不是 有多远 滚多远 薛听宇淡淡的一笑 果然是薛家千金啊 话说得很明白 这么说吧 我叫张平 我姑妈姓岩 你应该知道发改委 有位姓岩的主人吧 男人吐了一个烟圈 有些高深莫测地说 好像他天生就是干大事的人一样 没听说过 薛听宇回答 薛小姐 诗诗误者为俊杰 你薛家以前有老太爷在 但是现在薛老太爷不在了 薛家不是以前的薛家 男人冷冷地说 就算老太爷不在了 薛家还是以前的薛家 不是随随便便的一条狗 都能欺负到薛家身上的 你刚才的话 就算是那位严姓的主人 也不敢说 你又算是什么东西 薛听宇冷笑的 其实张平有句话说得不错 薛老太爷归去以后 薛家不再是以前的薛家 没有了老太爷保家护航 不管是什么人 都想扑上来咬薛家一口 只是这瘦死的骆驼 比马大 偌大的一个薛家精诚 几十年经营 又岂是一些小狗小猫 都能够欺负得到的 眼前的张平就是一个逗逼啊 仗着有点不三不四的关系 在别人的怂恿下就认为 有了和薛家教般的实力 殊不知啊 这是被人当枪使的 你再说一遍试试 你信不信 我一个电话打出去 就把你的行为定行为垄断 罚你个几十上百亿的 不成问题 嗯 张平的脸一冷 不好意思打扰一下 我们养生善访垄断了 叶好轩拍拍薛听语 示意他稍安勿躁 哼 你们养生善访现在日进抖金 手里的配方又不公布 这不是垄断 这是什么 张平冷笑道 是吗 哼 这样都算是垄断的话 那几桶油成天叫染着自己赔钱 一个劲儿的加油价 你怎么不去反垄断去呢 再说了 这就算是垄断 这关你屁事 你真的以为你姑妈的面子很大 叶好轩被这货的逻辑弄得想笑 这他妈的什么逻辑啊 照这货的话说 那家传秘制的东西都算是垄断了 面子不大 哼 但能致你们养生善访就行了 现在我给你们一个小时考虑的时间 一个小时以后 如果谈不拢 那不好意思 养生善访将会被重名 张平摆出了一副上位者的样子 是吗 叶好轩突然走上前去 一把扯下他手里的血痂 然后另一只手掐着他的腮帮 让他的嘴无法合拢 然后把手中冒着青烟的雪痂 毫不客气地塞到他的嘴里 张平被雪痂烧得一声惨叫啊 紧接着那股呛人的味道 让他剧烈地咳嗽了起来 等他咳嗽完 叶好轩凑上前去说道 怎么样 好吃吗 你 你敢动手打人 张平不敢相信地说呀 你哪只眼睛看见我动手打人了 我是打狗 你也能算是人 一个不知所谓的傻逼 你不是喜欢抽烟吗 今天我让你抽个够 叶好轩冷笑了一声 他伸手从张平的身上摸出了几根雪痂 全部点燃 放到他的嘴边说 一起抽了 你 你敢动我 张平大叫 叶好轩不等他说完 劈头盖脸的一通耳光就抽了过去 抽到张平的脸上青子 他的巴掌又准又刁 张平怎么躲也躲不过 他感觉自己的脸已经不是脸了 虽然不照镜子 但是火辣辣的感觉 让他意识到 自己的脸肯定像是猪头一样 别别打了 我抽 我抽 张平惨叫道 他终于屈服了 叶好轩停下了手 把手中的三根雪痂 一同地塞到了张平的嘴里 然后鹤令他不能动一下 雪痂浓烈的烟 让张平剧烈地咳嗽起来 一个不小心嘴里的烟掉在了地上 叶好轩又是一通猛走 他感觉喉咙里被熏得像是火烧一样 他发誓从此以后再也不抽烟了 同时他后悔自己有些拖大了 早知道这样 他应该带几个保镖来的 说说吧 是谁让你来的 是 是 是严少 张平垂头丧气地说 玄冥 叶好轩啪地甩了他一耳光 严厉 他爸在发改委里面工作 具体职务不知道 张平哭丧着脸说道 他几乎快哭了 他现在后悔得欲仙欲死 你不是说你姑妈姓严吗 你在逗我吗 叶好轩一脚踹在他的胸口的 我 我心口胡编的 张平嚎叫了起来 就说事情办好了 让他过来 说错一个字 今天你别想走出养生善讽 叶好轩喝道 是 我马上打电话 我马上 张平连忙掏出手机 有些慌乱地拨起了电话 严少 事情办好了 你 你过来吧 他们同意我们 一千万收购 百分之三十的股份 张平心惊胆战地说 他已经顾不上 欺骗严厉 有什么后果了 他只是迫切地想 尽快地脱离叶好轩的魔爪 真的 张平 我就说了 现在的学家 就是没压的老虎 随便下下 这事就成了 行了行了 有了这股份 以后我们就不成 没钱花了 我马上到啊 对方传出了 一阵张狂的笑声 随即便挂断了电话 我 我可以走了吗 张平小心翼翼地说 鬼边唱会去 叶好轩向沙发后面 一指 张平果然小心翼翼地 跑了过去 一言不发地跪在了地上 他再后悔 今天做了个苦差事啊 差不多就算了吧 这家伙估计不知情 薛听雨还是比较心软的 哼 对这种欺软怕硬的东西 不能手软 他也不掂量掂量自己的金鸟 就算是想做别人的狗 也得看看自己有这个实力没有 叶好轩冷笑的 张平多辈是替人跑腿的 只是他身后的人根本就没有弄清楚形式 不要说薛家他们惹不起 自己的配方也敢打主意 他们是活得不耐烦了吧 不一会儿 一个二十多岁的人洋洋得意地推门而入 他进门就大笑道 薛小姐还是识识我 如果你今天不同意 我保证 这家伙正是张平口中的严厉 他的话只说了一半就戛然而止 他吃惊地看着跪在室内的张平 一时间脑袋有些转不过味了 你就是严厉 听说你老子能治我们个垄断罪 也好玄笑着走上前打招 你是谁 薛定宇 你们薛家现在没有人撑腰了 你敢 眼里的话还没有说完呢 叶浩轩一把扯住 他油光发亮的头发 重重地砸在了一边的墙上 雪白的墙壁上 马上多了一滩烟红的鲜血 好久没有踩这些小人物了 叶浩轩把这一伙折腾得是死去活来 然后问道 今天来这里是你自己的意思 还是你老子的意思 叶浩轩 你是叶浩 一上来就被叶浩轩一通猛揍 严厉根本就没有一点说话的余地 直到叶浩轩停下手 他拳到了一边的墙角哆哆嗦嗦地说 你认识我 叶浩轩颇感意外地说 认识 上一次邵总举行的慈善筹集会上 我有幸见到叶少的尊容 叶少 我不知道您和薛小姐是朋友 不然借我一百个胆子 我也不敢来这里勒索的 严厉定了定时 开始像杀猪一样的怪叫了起来 认识我这就好办了 叶浩轩笑了笑 他蹲到了严厉的跟前 是不是这里跟我没有关系 你就可以胡来 是不是因为你老子有背景 你就可以随便地强买强卖 不 不是 我不敢了 我以后真的不敢了 严厉惨叫道 他真的是怕了 还有以后 叶浩轩站起来冷笑道 你知道养生善访是谁的产业吗 我 我只听说是薛小姐的产业 严厉惊恐地说 养生善访所有的配方都是我的 叶浩轩淡淡地说 严厉惊呆来 他彻底地惊呆了 他知道这一次做大了 因为他老子的关系 所以他在这个圈子里倒也是混得风生水起的 他见到养生善访要做大了 所以就想过来分一杯羹 只是他没想到啊 这竟然是叶浩轩的产业 叶少 你饶了我吧 如果我早知道这是你的产业 你借我一百个胆子 我也不敢打这里的主意的 我鬼迷邪叫了 你就放过我这一次吧 我保证以后安安分分地做人 以后再也不敢了 严厉是惊恐地尖叫了起来 他敢得罪薛听语 那是因为薛老太爷不在了 他认为薛家是没了牙的老虎 谁都可以上去咬一口 但是叶浩轩不同啊 叶浩轩现在风头正盛 他听小道消息说 很多高层对他的能力很看重啊 再加上现在叶浩轩是如日中天 叶老太爷身体也很健康 所以叶浩轩才是现在最不能得罪的人 他如果早知道这个是叶浩轩的产业 借他一百个胆子 他也不敢动 跟你爸打电话 这里的情况一字不差地跟他说一下 叶浩轩把他的手机踢了过去 严厉不敢违抗 他知道这件事情只有让他老子出面 不然的话叶浩轩弄死他都有可能 他心惊胆战地拿过手机 拨通了他老子的电话 我正在开会呢 现在打电话过来有什么事情 话筒里传出了他父亲的声音 爸 我传货了 你救救我 严厉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说道 闯什么货了 你他妈的成天不务正业 就知道给老子惹麻烦 说 这次又怎么了 他父亲怒不可恶地说道 我 京城有家养生善访 我家这里的生意好 所以 所以你就动了养生善访的生意 你知不知道是谁开的呀 你知不知道养生善访有什么背景 那是薛家千金在主事啊 你也敢去找麻烦 他父亲闲事一睁 紧接着眼前发黑 爸 我不是故意的 我只是想着薛家 不是以前的薛家了 所以就 所以 所以你就去找麻烦了 你有用以前的套路是吧 你他妈的怎么这么笨呢 薛家就算是没有了那位老人家 但是这还是薛家 是你这混蛋 说想动就能动的吗 他父亲怒的 爸 我做了 我以后再也不敢给你找麻烦了 现在 我被夜少做得半死 你想办法救救我吗 我不知道这是夜少的产业 严厉颤抖着说道 把电话给夜少 是 严厉联盟挣扎着站了起来 把手机递给了叶浩轩 你不用说了 我让你儿子打这个电话 无非就是想让你了解一下情况 自己滚回家里面养老 换你儿子的一条命 或者你继续在这位子上逍遥 我让你儿子坐牢 然后再找到你贪污的证据 把你也送进去 这两个结果 你选择一个吧 没等对方说话 夜昊轩就说出了后果 夜少 我叫自无方 好 我保证 三天以后 我就会辞职 对方沉默了片刻道 还有 你儿子这些年吃进去多少 吐出来多少 如果敢有一点藏死 后果你懂得 不要质疑我的能力 我要是愿意的话 你的一切资料我都能掌握 夜昊轩道 我知道 我会按照夜少的意思去办 只求夜少放我们一条生路 对方恳求道 去吧 夜昊轩挂断了电话 丢还给了严厉 不耐烦地说道 你们两个 马上滚 以后我在京城不想再看到你们 是是是 是 马上滚 我保证以后不会让夜少看到我们 严厉和张萍两个人一边道歉 一边连滚带爬地滚了出去 你这样 是不是板子打得有些重了 薛听语道 那是为了他们好啊 如果打轻了 他们下次还不找记性 况且 有其父才有其子 姓严的也不是什么清官吧 夜昊轩顿了一顿叹道 唉 如果当初我杀法果断一些 第一次就把你哥打痛了 他也不会理错理犯 那是他咎由自取 怪不得别人 薛听语摇摇头 他突然像是想起来了什么一样 连忙又说 对了 我哥说要见你 在包厢里等你很久 我差点忘了 在三楼的包厢里 夜昊轩见到了薛红云 只见他正耐心地冲着一壶茶 他喜欢喝茶 也曾经学过一段时间茶道 所以他冲茶的手艺相当的娴熟 每个动作有条不紊 夜昊轩到的时候 他刚好冲好了一壶茶 我太爷爷留下的吴仪山大红袍 夜上来尝尝味道如何 薛红云淡淡地说 夜昊轩坐到薛红云的对面 这是他和薛红云第二次坐下喝茶 依稀记的夜昊轩上一次 一口喝干了一杯水 薛红云曾经嘲笑他是牛角牡丹 不懂茶道 此时此景却是那么的熟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